你愛我還是差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直到你肯定一路打拼 永遠在愛與同的邊緣 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 愛出發 大家好, 又是新一集的愛, 句號出發 我的家人已經學會了愛, 句號出發 她經常在我面前做這個 是嗎? 這麼厲害 我是Sally 我是阿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來自Dashing 前一刻因為在做這件事 我們今天要說什麼? 突然間這麼彈刀直入? OK, 今天我們要說什麼? 我偷偷看看 原來我們今天要說愛情上的話題 是嗎? 因為我們是愛出發 所以基本上都… 不是, 有其他種類的愛 遲一點, 遲一點要說多一點 但是愛情就比較… 我們喜歡說一些, 又好說一些 笑女情緣 愛情永遠都不怕染 你知道女人都很喜歡說關於愛情的東西 好,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就是講究竟好朋友會不會搶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自己會不會搶好朋友的男女朋友呢? 哇, 這麼深奧啊? 是啊 因為其實如果比較… 其實這些都不深奧, 周圍都是 我暫時, 人生中都充滿幾十年了 幸好, 直線, 自己的直線 搭著都沒有發生這些事 就是我自己自身出發 我自己都沒有 對, 我自己都沒有 即是沒有搶人, 也沒有被人搶 我這個沒有的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身邊有很多同性戀的朋友 有俗稱的TB 有TBG TBG就是TB的女朋友 因為我想說, 其實有很多占卜卡 都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有些會忌諱 有些就很… 有什麼很忌諱 不是, 因為他不知道你會怎麼看他 但我就… 他就說完, 喔, 這樣而已 然後他就很開心了 是啊, 是啊 因為他知道我不會有特別的眼光 有什麼事呢? 其實我想說… 我不知道你認不可以跟我們拆開一點話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香港… 我先說女同性戀, 不要說男 女同性戀, 其實很多是角色混淆 其實他未必真是真實的女同性戀 而且是因為圈子 其實真的有一些… 當你剛才說的TB, 對女生很好 而且他們會很了解女生 因為她自己本身也有那個成份 但她也有男士的組合 於是對一些女生來說 尤其是十幾歲的人 其實很喜歡人家呵護 TB就會很了解你 懂得什麼位置你需要他 他就會貼身你保護你 比男生更加男生 認同 但你又會不會認同一件事 因為我也有一點感覺 大家見過朋友圈 其實有時同性戀者 不知為何他們都很容易有三角關係 或者可能對方是一個很多情很風流的 不要計算男女 我又覺得比起真正的男女的關係是少的 是嗎 因為剛巧可能我遇到客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說真的 你任何的都多 你是不是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男同女 男同男 女同女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我又不覺得女同女特別多 這個就否定了 對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當然你說你群來群去 其實你香港雖然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說女同性戀者 但是是不是都是你十個 是那十個就是那十個 你怎樣混合和合都是那十個 所以好像變成了感覺上 好像是否 怎樣說 好像可能人們會覺得 周圍好像很濫 或者可能也會有多角戀 這個和這個散左又和Yu Go Go Go一起 但那個人和這個是X 即是好像你去了外國 然後一群都是香港人 然後搞來搞去 其實你困在一起 其實不是困在一起 而是她的圈子只有這麼大 這麼大 那你不能解釋 她不能到處去其他地方找 我不可以逼你做一個同性戀者 你是不喜歡她 就不喜歡她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局限了她們 她們說一個很有趣的感覺 她們會感受到你是否 對 很有趣的 很天生 對 她未必真的要做到很出位 擺明我是 譬如說TB 你剪短頭髮 穿男生衣服 一看就知道你是 對 但有些女生的樣子 有些人很容易懂得分 究竟那些人是否 對 很有趣 但其實也很難分 除非是某些打扮 雖然是女生打扮 但也有一種感覺 對 那一種就是易婚 有些可能很普通 正常一個女生樣 女生樣 那些就可能 你不會想到 是 但你又會否認同 那些男人會罵我 搞錯 TB 牽著一個這麼漂亮 那些呢 經常這樣說 你有沒有頑固身邊 她們不會說搞錯 她們只會覺得自己會比TB更好 她們覺得我出手 你沒有了 那些 那又對自己太有自信 但男人是這樣的 十個有九個男人 都覺得自己比TB更好 但是呢 我想十個 可能有七個 或者八個女生 都覺得TB是比男生好 意思是 你對她好 那種感覺 我聽過 聽過很多 你聽到也會覺得很感動 是的 真的很好 超級甜蜜 我講一個小小的例子 就是 有個很多年前的客人 其實她喜歡女生 她本身的女生是在外國 例如她的生日 或者每一個節慶 其實她會精心為她買一份小禮物 就會集約成球 最後就寄過 那是她以前的女朋友 但最終逃不來 又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那個女生覺得到某個年紀 她終於還是要找男人結婚生孩子 是的 其實她們很可憐 那些同性戀者 尤其是TB 其實很多她們的女朋友 本身是 本身是 跟她在一起 就算喜歡她 就算真的喜歡她 最後她們都想 譬如家人的壓力 社會的壓力 又看到周圍的朋友都結婚了 那她們就會想 都是有一個正正常常的家庭 對 就會離開她們 但她們也會繼續做好朋友 嗯 只不過她們不再是很甜蜜 不再是情侶的關係 所以我突然想回 前一陣子的Facebook 封傳一張照片 是不是日本的迪士 對 很美女兩個都穿著婚紗 對 我都轉發了 因為覺得很開心 我替她們很開心 看到她們的樣子真的很開心 又衝地開心 對 所以我也替她們很開心 就算香港的名人不是有錢 對 我突然間忘記了 趙瑟姿 對 她們都覺得很開心 就算她家人 可能某些人會反對 但其實她知道自己要什麼 她也跟她伴侶 OK 我不認識她 但表面上都覺得她們是開心的 OK 她是不理爸爸反對 媽媽是OK 爸爸要出錢幫她找老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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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會不會搶旁邊的朋友的伴侶 或者是被那些人追求自己 對 其實如果給你 首先 你遇到好朋友 身邊有一個很傻 或者很進修的男士 我們膚淺一點 先說吸引 那外表的吸引是第一件事 那你首先會不會肯去 不要說醉 就是跟她接近一點 主動找她 不會 其實如果是我自己朋友的男女朋友 我通常都會很避忌 就是我會 首先其實我個人就不是這樣 就是我比較慢 那我就 尤其是別人的男女朋友 其實我沒有什麼必要跟她很熟 OK 你有這樣的心態 對 我覺得她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她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除非大家一早已經認識的是朋友 對 沒錯 除非大家一早是中學同學 自己的朋友 對 或者是自己的朋友 那沒問題 我覺得 如果大家一早認識 我們沒有發展 代表我們是不會發展的 對 如果是你的男朋友 對 如果你介紹給我認識 我會很開心 表面的大家的朋友 對 因為我會很喜歡見到你們兩個很甜蜜 但是我不會主動跟她很熟 可能她 通常都是 我朋友的男女朋友 通常都是男朋友 你當男朋友 那男朋友 可能會走過來 聊一兩句 但是她也不會跟我說 什麼很熟 對 正常 因為她的女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那大家都是 一點尷尬 又不是我去到那麼熟的地步 我們也不會一起出來玩 我很少一起一起的 好 我們通常都是 可能 有時去喝東西 見到 公眾的聚會 或者是 她去接她 即是我的朋友走 她來接她 見一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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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其他情況 我都很少 真的會跟她們一起出去玩 所以 更加不會發展到 跟她們熟悉 而要去叫走她們 好 我在這裡回想自己 如果你說 我身邊朋友 我想想想 我會跟某些朋友 可能經常見面 會多聊天 會多聊天 像你所說 會不會 一出來 會不會 大家朋友 熟得不得了 是個別事件 個別人士 可能會特別投契 但都是很正路地 聊天 的朋友 也會有的 因為 我們這些 很開宗名譽 很大方 可能她伴侶都知道 我會跟你的男朋友 想說 她的兒子 她的男朋友 或者伴侶去溝通 大家會說明 甚至有時 跟對方女生聊天 剛才跟她說過 溝通過這件事 會 我跟自己旁邊的人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說回 因為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不說回 可能是一件很少的事 如果你不說回 身為你的朋友 可能她會有一點黑心 有時我反而覺得 我旁邊的人 我會說 誰 譬如我直呼其名 但其實她可能是朋友 她說 這樣 有時反而覺得 我旁邊的人 不想聽太多 因為我覺得 某程度上 男生不是很八卦 他們不理會 你發生了什麼事 都發生了 說什麼事 又不是你朋友 又不是我朋友 都不知關誰 我也不想知道 做什麼 唯有應酬一下我 但因為我們女生 覺得沒什麼事 就要分享生活 對 因為女生很喜歡分享 點點滴滴都要分享 對 但男生就會覺得 有些事是自己收起來 自己知道就算了 OK 甚至有時我回想 譬如我當 我看到朋友的伴侶 其實對她很好 有時那種是 替她高興 我也會 很甜蜜的 你不會想像 對 明明是你的朋友 你看到她們這麼甜蜜 你不會替她們開心 對 你會很開心 這個畫面很棒 對 我會偷拍的 我昨天剛剛偷拍的 對 有人情深恐恐的 從前過 跟著她 嗯 然後我認下了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畫面 對 反過來說 有些人就沒有這種心 對 她不理 她對她很好 我不太明白那種 那種關係 我也明白 我也明白 我突然想起 我中學 小時候 好像中三 那時候 我的朋友 有一個男朋友 我那個朋友 比較煩 他經常罵情緒 經常發脾氣 三天 可能一個小嬌子 可能一個禮拜就叫大嬌 所以 但她經常都很想那個男生去哄她 想那個男生做多些事情 那個男生就是生羊座 那他就是生羊座 你知道他表達方面 有問題 對 就是比較慢一點 可能不是 我的朋友是雙子座 雙子座 需要多變 需要多變 喜歡浪漫 做到整件事 總之很漂亮 就可以了 但是生羊座是不會的 OK 對 那時候她叫我 那時候還在用ICQ 那時候她叫我 加了 不是 她發了我給她男朋友 ICQ OK 然後叫我們大家 加大家做朋友 是 我就問 為什麼 為什麼要加 她就說 因為我想 當我發脾氣的時候 你可以幫我跟她說 我應該怎樣哄我 OK 然後我已經死了 OK 已經覺得很煩 隔了我想 一開始就加了 大家都會打招呼 嗨 多好嗎 都會打一點招呼 以前都比較 樂於跟別人聊天 現在就沒有這麼樂於跟別人聊天 幸好她樂於跟我聊天 Sally I'm so proud 之後 過了一兩個星期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Sally 你可不可以刪除她 蛤 蛤 這麼轉化 這麼大 她叫我們大家 我 蛤 這樣 那為什麼呢 她的男朋友也有 神經病嗎 不是 沒有 完全沒有 我跟她沒有 朋友也不如 為什麼要刪除 她覺得還是不好 那些雙子座是多變的 她這一刻覺得這個想法挺好 過了兩個星期就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就刪除 因為她沒有喊過架 不是 她每天都喊過架 但可能她會覺得要靠我耍口去說 誰知發覺沒有用 對 可能這個方法不合 你刪除了她 我就覺得 這麼煩你 我不刪除了 總之就放在這裡 這個人就一直放在這裡 然後 你也沒有刪除 放在這裡 我沒有刪除 但你知道 ICQ的名單 有四百五百個朋友 你多點朋友 你不會 我從來都沒試過刪除 不說就不會浮上你 除非她是一個超級煩 不斷騷我的人 封鎖 我就鎖了她 如果不是 我也不會 放在這裡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例如MSN的名單 也不會突然 少說話刪除 少說話刪除 他無緣無故只要刪除 對 我教Busy 以前是Invisible 對 對 有一隻眼 我以前教Invisible 所以我比較少看到 然後 我想說的東西 這個人 其實幾年之後 做了我男朋友 幾年之後 話說 小一點給你 話說 是不是叫搶呢 我又不賣這些 對 反了很久 反了很久 她剛才的樣子很惡然 過了三年 但在三年沒有聊天 完全沒有聊天 緣分未到 我不知道為何機緣巧合之下 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碰到大家 對 男生在街上碰一碰頭 沒有說話 你知道我唯有害羞 生養在又恨俗 所以大家是不說話的 回到家 大家不知道 那時好像變成MSN 我不知道為何我們有加到大家的MSN 隨便吧 總之我忘記了 對 那些東西 突然有一天 見完她就說 那天見到你 然後就開始再聊天 那可否最初來談一個我雙子座的朋友 我跟她一起做之後 我才跟她雙子座的朋友說 那時我雙子座的朋友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各省東西去外國讀書 那時我雙子座的朋友 已經去過國際學校 那時我跟她說 那時我跟她說 那時我跟她雙子座的朋友 很近 那時我問她有沒有問題 你也很有禮貌 那她就說 神經病 長了這麼久 還在問初戀 我都忘記了她 是她初戀 她說神經病 初戀 我也不知道發覺幾次拖 那是雙子特別 她完全覺得你很瘋 就問了這些問題 是 索豬 對 就是這樣 突然這樣聊天 就一起了 我覺得這件事 挺好笑 多久了? 幾個月了 都可以 因為我其實 因為讀書時代 就比較 常常跟朋友相關 那些朋友又很喜歡帶男朋友 你又帶她出去 所以 那時我見過 但也沒有什麼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之後再說 才說 她原來有留意過我 那樣 那樣 然後我說 原來你這麼喜歡 就是喜歡我 就是這樣說 今天有很多惡言 回去看看自己有多搞笑 我 我扮演你的 OK 因為 其實你這樣說 其實我又想說另一件事 因為 其實我自己本身 性格 性格上 都挺有男生喜歡的 OK的 但是 容易接近 什麼事 男生很喜歡 和一些很容易接近的女生 不是的 我哭你也很哭的 但你不哭 Sorry 然後 怎麼說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某程度上 我知道 容易令身邊 一些可能不夠了解自己的女生朋友 有戒心 因為 其實 像你所說 很健談 很容易接近 很適合 其實我是沒事的 因為你經常很容易明白男人 對 然後他們是不禁地跨口 或者有時候 甚至 可能他女朋友和我之間有什麼 他又幫口 壞壞 然後 等我被人踩多兩腳 那些 但就是問題 想說 有時候聽到一些男生說 那時候 你不是在拍拖 怎樣 是嗎 那過去吧 那些 會是容易 但是 其實 說真的 就算有時候 不要理會是他有伴侶 就是我朋友 或者是我自己在拍拖 也好 有時候會有些曖昧期 為什麼曖昧期 有些事情是你不經理性 不是我曖昧 會是別人曖昧我 就是你會感覺到他有些怪怪的 好像對你特別關心 眼神 說些話 突然坐過來 喂 怎樣 你也知道我是那些理論底 就是 不到真憑實據 我都不太 他是不敢相信的 他會覺得自己的意識錯 我會否定自己 因為我會覺得不合理 但是如果真的我自己也認同 他感覺到的時候 這件事都很誇張 所以 當是這些場合的時候 我通常會誇張 通常會誇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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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其實過一陣子 他清醒 譬如你有男朋友 他自己也真的有個… 其實是因為有個身衝擊 其實很多男士都很喜歡一些說話有問有路的女生 很多人說話悶 不是啊 意思是你明白他 他跟你說一些話 你又可以跟他分析 又可以解釋給他聽這件事是怎樣的 但我覺得這些指限於朋友之間 很多時候都是 嗯 當對方是你身邊的伴侶的時候 即是我在說 即使你覺得他最初跟你有多麼知己 嗯 可能到了之後 你還是會跟別人分享 你的感受 跟其他人可以跟別人分享 會不會呢 我自己就喜歡跟我旁邊的分享 但是呢 本身 本身 即是以前 小時候 然後 我整整一下 我就發現 即是我現在這個 他的耐性就比較少 就是比較差 就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完全不關他的事 如果我跟他說 他會覺得 是嗎 不過我覺得這些男人 真的不喜歡麻煩 因為女生比較八婆 是啊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個未必關 或者我會說 譬如 那件事有十個項目 可能我會說兩三個項目 給他聽 很快就總結了整件事 給他聽 我都慢慢修煉了 不說太多 我會覺得 說太多你又沒有興趣聽 又令我很沉 但後來他又會跟我說八婆 你怎樣做 你不想聽 那我留下 我跟女生朋友說 其實我想說 其實 要看你跟他關係 其實沒有什麼時候 大家不會刻意突然 我們在這裡檢討一下 內心裡面的感受 不會的 我們今天有一個檢討會 對 請問你今天內心裡面 對我先念了多少次 嗯 但正常來說 不會突然說 但問題是 普通的閒談 或者生活上的慶智 我伴侶都會經常跟我分享 這件事我會OK的 譬如說他喜歡的興趣 或者他有什麼 他會令自己進步空間很開心 那些會分享 可能分享的東西不同 通常這些 通常男人都是對著自己身邊的人 才會說這些 對著朋友 會令我學術一些 對 可能在這裡說 這個好玩 這個正 例如男人跟男人說一下 球 不是身材的球 我意思是 就是打球的球 或者是運動 有些興趣 男人會說的 是 對著不同人說不同的 不會是自己的成長過程 但我想說 男人不會無緣無故 肯對別人說這麼多心事 因為我覺得 那些心底的東西 是他自己的受傷 受傷的種子 所以如果一個男人肯對自己坦白 其實某程度上 他已經對你的戒心 已經低了 你知道嗎 我以前是不懂這個道理的 那你會怎樣 你會去割破他們的心 我會不會去聽 很多男人很喜歡跟我聊天 很多男人很喜歡跟我講一些 他們內心心底的秘密 我也是 我也很喜歡分享秘密 那時候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去聽 可能又會給他提示 又會幫他分析 幫他思考 然後慢慢就會發現 他為什麼好像這麼奇怪 我明明跟他是朋友 不是啊 我覺得一講心事就糟糕 是嗎 但他是可以說前女友 因為 說多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會說前女友 不是啊 因為我發覺 男人一跟你說這些心底話 突然有詞 心底話 心底話 很難聽 其實一觸碰到男人 其實男人表面很理性 心裡很感性 而且他們很容易有一個位置 什麼呢 什麼 十年前的感覺 那些位置就踢中了 初戀的感覺 不一定初戀的感覺 總之他覺得那種感覺很久沒有試過 很新鮮 他會提醒他以前的某些感覺 我告訴你 好像是 十個有十個中 你不用想想一下自己的男生朋友 所以其實 這些永遠 看看做法 我覺得這些 我們怎麼說到這麼遠 我們好像不知道去哪裡 怎麼踢中 不遠 怎麼踢中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很容易踢中他們的 就是我們這些大癲大肺的性格 不可以太癲 癲得來 不是癲得來 因為太癲得來 男人覺得駕馭不了 但是我們這些傻 應該說傻大姐 傻氣 傻氣 就像什麼都笑 就是他們說什麼 我們都會 容易哄不回 單純一點 簡單一點 應該說簡單一點 不是單純 簡單一點 就是可能生氣你 好 生氣你一下 讓你獎回東西給我 告訴你 我現在我旁邊那個 我生氣他他笑 他看死你不會生氣 我生氣 然後他就 我生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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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傻傻的性格 男人覺得是 不知為何自己欺負你 不是欺負你 是他覺得容易處理 其實男人真的不用 怕麻煩 很怕麻煩 最好你就是簡簡單單 又容易探 其實我好像一條魚一樣 我過了40秒之後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金魚好像三秒 對 究竟誰去計這些 我都不知道 可能他覺得 他究竟怎麼知道 他記不記得 我想問 那條魚 你怎麼 有個傳說說 魚是不會飽的 可能他就是失憶慢吃東西 所以就猜他三秒 可能他三秒吃一顆 然後慢慢見他吃 我吃不飽 我就是這樣吃 我也不太明白 隨便吧 總之說回 剛才你所說的 男人喜歡一些傻氣的 怎樣拍到他們的感覺 就是喜歡一些傻氣的 尤其是經常 他說什麼 你都笑 我現在聽我旁邊的說 他經常覺得 這個女生這麼有趣 我說什麼 他都笑 好像馬上很有成功感 覺得自己很有幽默感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想問 你說的話 是不是只有我笑 不是 你問他 你沒事吧 對不起 所以我也有這樣的特質 你說開 還有 真的適合 對 所以我們發覺到 我們自己 為何有這麼多人喜歡 不能這麼說 只不過是 朋友喜歡 會令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誤會 應該這麼說 現在我們趁著一點時間 我們反思一下 怎樣? 我沒有做錯 做人謙虛一點是好的 我們反思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令男生 這麼容易 覺得大家是好朋友 不要說一定喜歡 好朋友 可以是一個交心的朋友 我們可以比較保守 我們今天有很多話說 準備了很多話 看來又要把一集的東西變成兩集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一向多話說的 我們身邊的兩個很可憐 我們休息一會 讓我們放上桌 讓我們停一會 不是放上桌 說多話說 好 待會見 我沒話說 你現在收聽的是 You Channel 我是招環 《Moonlight Express啟行》 有我袁學謙Benedict 把最新的 娛樂音樂電影藝術 總之就是年輕人 都想知道的東西 帶給你們 想緊貼每顆星的最新動態 記得逢星期日晚上10時 上來U21.hk 收聽《Moonlight Express》 錯過了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 只要上我們U21.hk 就可以重溫 逢星期日晚上10時 鎖定You Channel 《Moonlight Express》 每一首囊囊上口的流行曲 都曾經在你和我的生活 留下足印 此曾相識的音符和歌詞 除了勾起不少昔日的回憶 亦堅證著時代巨輪下的故事 讓我們一起回到過去 重溫屬於我們的流行曲 你現在收聽的是 You Channel 我們是 當雨節 你愛我還是差 oh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直到你肯定 一路打拼 永遠在愛與同的邊緣 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鐘 愛出發 當你愛我 愛我 也許只有一次才能用著 聖族 姚俊 跟桑 桑 作詞 我們回來了 我們反思了 感覺到我後部的手 裡面的手 比我的頭 我被打摸後尾 unders 什麼打摸? 我被摸摸 我被叫溫柔摸 你啊 怎麼回事 我們說回 最終終於把很遠很遠的路線拖回籃子 即是我們繞了很遠 很遠的 我們這個節目很好做 只是吹嘴 希望有人聽 有兩個 我和你 還有Becky 即是我們國後的功臣 講回今天的主題 你會不會搶好朋友的伴侶 或是你會不會接受他們的追求 首先我曾經有聽過兩個個案 看看你有沒有聽過 第一個就是很喜歡一些男人 去搞女朋友旁邊的朋友 不要說搞 即是結識或親近 我不要理會是有心 還是有感覺 兩隻手才能拍響 即是你肯去聊 又要對方肯受 這樣才行 即是你這樣摔在這兩個人的手 就沒辦法了 但通常如果我是女生 如果我男朋友在這裡 開始尿我身邊的朋友 通常的女生都會覺得 是朋友在這裡向他封電 對 但那女生也有抱著頸 即是有些位置 又搶不下 好啊 那你先搞定了跟他的事 OK啊 你搞定了我 OK 哇 即是比上我我真的說不出 是嗎 我不行 她是個朋友來的 我們兩個是朋友來的 你先搞定了我朋友 我覺得挺喜歡 我覺得挺喜歡 挺喜歡 我真的自問我過不了自己的關 即是 除非 而且她夠不夠膽 如果她真的當她 即是本身跟我一起 然後你就跟男生說 你先搞定了 你先跟Sally 那我們OK 基本上你要想想 那你夠不夠膽 拖那個男生出界 有些人真的夠膽 我想說 我不夠膽 即是我會覺得 其實我最奶念 我是奶念 我朋友會很慘 而且我覺得這個男人 是不是有問題 但好像也有很多這些個案 很多 我聽的都不止 超過四次 即是只看別人 有沒有找你 那些有 那些女生其實我想說 現在年輕一點 有堆女生其實不理會 自己有男朋友 見到旁邊那個也OK 跟著走去聊 但是我說 那不如你先放棄自己的男朋友 蛤? 不行的 不會的 那你又搞那邊 沒有啊 我想要 蛤? 想要這個世界就可以了 對 現在變成這樣 對 這個細風 但另一邊有聽過一些說法 就是 女人不開心 譬如是男朋友的朋友 真的男朋友 你跟我朋友分手 他真的不好 不如 又不斷在後面做幕後軍師 真的啊 這麼壞的男人 其實是我朋友也爭不下去 然後自己又想追 有聽過 因為我剛才 根本就是因為自己對別人有感覺 所以才這麼好心機 聽別人說話又哄 又叫他脫苦海 放手 他這麼壞 我也不爭他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表明 我也喜歡你 一定不會 這些位置不會 不的 這麼快已經表明了 有的 但我覺得 因為你申報了利益 有這個 他叫什麼 利益衝突 會差一點 打折扣 因為你自己有居心 對 你說的話就不成立了 如果單純你 我相信你好還是不相信 你說的話是否為了追求我才說 對 因為我剛才在開米前 跟Sharlee Sharlee 對 她最近分享了一宗新聞 有一個警察局 讓我回省一下 因為我怕說錯了 有一個師姐 對 有一個好像是PTU 即是有一個男生 初到貴境 PTU正 正 她初到貴境 遇到師姐 師姐是已婚的 師姐是PTU 應該不是吧 我沒有理解這些背景 總之初到貴境 可能師姐是可以的 但是這段時間 師姐和丈夫 的感情出現了問題 一向都不開心 但有一次可能炒大惡 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PTU 就趁機奪取她的方審 一夜就成功了 心動 成功了 還去了外地旅遊 就有一些很親密的照片 那麼厲害 就拍了 藏招 我忘記了 好像是吧 對 現在人們這麼大膽 你看看能空 我知道 睡著了很容易被人拍照 不要亂睡著 然後 後來 現在人家有寶寶 寶寶很好 我突然想 她有寶寶 我也不知道 好愛好愛 你繼續 好愛好愛 後來 回到來 因為有人不能看得頸 警察局裡 有些 師姐的同伴 就是看不過眼 因為以前聽說 老公也是警察 但現在可能不是 看不過眼 對 同伴看不過眼 然後就爆了給丈夫 丈夫就攤牌的電話 師姐呢 最終都是 我也是選你 即是選老公 撇脫 跟撇脫於分手 撇脫於分手 撇脫於受傷害 可能是愛師者停設 然後就做傻事 然後就發了兩張照片 其實是因為那一刻 因為她不選她 所以她就要逼她 不開心了 就發了兩張照片 然後就要挾她 你不跟我一起 我就公開這些親密照片 其實你公開這些親密照片 你是誰 我為何要看你的親密照片 又不是明星 慢著 很難說 為何要不要看 我不太明白 大家現在風魔在網上世界 大家會 其實聽到流出這兩個字 就會突然會 大家就是朋友 突然會看 然後師姐決定 告訴上司 可能她覺得這個行為 就不要 不當 你身為警務人員 對 最後聽說PTU被抓了 就是告她散播威蝕的照片 以及有一個勒索的性分 但是我突然有記起一則新聞 什麼 之前在一個警察宿舍 應該是警察宿舍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警察宿舍突然是 全部的郵箱都收到一封信 就是有個小三 小三去寫 那個男人敢敢 不知道有沒有開名 我忘記了 是前一排的新聞 很久沒有看新聞 然後所有郵箱都收到 就是人人自危 因為那個小三就說 你和你老公都沒有感情 勸她 勸你和老公都沒有感情 既然是這樣就不要夾眼了 要懂得放手 我們大家作為女人 其實我明白 即是個小三聲給個大婆 困動 但所有郵箱都有 所有警察宿舍的郵箱都有 因為她不知道 可能 我不知道她是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 住哪一個單位 還是她是想給她群眾壓力 她說 你再不走的話 我就會有些事情 令到大家進一步 是知道誰 但她有沒有開名 有沒有指名到 應該沒有 大家在猜 人人自危 應該不知道 她沒有做到出名 也挺恐怖的 但她勸大婆說 她真的不是一個好男人 我們大家都做女人 我明白的 大家都很苦 那些 我不明白 她不是一個好男人 你又勸別人離開她 那你離不離開她 沒有 她沒有說到這些 她勸到 之後她自己 忠不忠地投入另一件事 即是她 我看不過眼 她對你這麼壞 對 她走 她又這樣去看我 但她不識七 真的很好人 這個小生 所以不得了 你的心底很善良 所以我們再說 事情 結果就是這樣 那麼複雜 究竟 叫你先離開我朋友 才跟我一起 又或者 你快點離開 你的壞男朋友 跟我一起 究竟 如果在友情和愛情中間 無論你是被追或追人 究竟你的抉擇 會是… 如果這樣去搞 朋友的伴侶 就分明你不要友情 基本上 你不會想著 我追到你旁邊的人 但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 這是很困難的 但作為被追或是涉及者 如果你要你去選 你會選朋友還是愛女 還是兩個都不要 很頭痛 我經常都要出一些難題 給Sally 是 變成豬 變成豬 我選朋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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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其實很難選 如果 我幻想 因為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如果 那個男生 真的我很喜歡 即是我 我很喜歡他 但我可能一直都掩埋了這個情緒 因為他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但突然發現 原來他也很喜歡我 你會怎樣 可能那一刻會成天壁 他會馬上很亂 當然 是 內何天是地利不仁亡 是 可能 將來的事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發生過 如果你用我幻想 我會覺得 我會跟那個男生說 但是 除非 過不了 對 我過不了 除非你們真的有一天 你們分開了 哎呀 那不就是剛才那個 不如你搞亂了 但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叫他們 要刻意 立即跟他們分開 或者可能 若干年後 你們可能 即 例如我和我本身的朋友 雙子座 唐山人座 可能 他根本就是 我們有一些微妙的事 但我們大家都沒有做任何事 但是若干年後 突然間再相遇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有緣分的 我們就不會在一個場合抉擇 也有緣分的 對 但是 因為我早幾天 在我自己的Fan page 就放了一首歌 是 因為我很有空 不是啊 我想你回答 為什麼你考完我 你自己不回答 你問我 你問我 你為難了我之後 自己不回答 你問我 但是我想問你 如果你要抉擇 譬如說 無論你是追人那個 還是被追那個 如果你要選朋友 還是男人 我想我會跟問我那個人說 即是男人 對 我都會選朋友 我將來有事不知道 但在這個時刻 我過不了自己 好像你這樣 其實很正常 我不會說 你KO了我的朋友 我會跟你一起 不會 我不會 肯定 很難說 你怎麼說出來 我的眼鏡有水晶氣 一直都有水晶氣 你不要哭 乖 所以 因為早幾天 我不是說我是Fan page 突然間 容祖兒的歌 大家開心分享 出賣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出賣 出賣 講一個故事 就是 朋友和男朋友 朋友還要走過來 其實他早跟你想分離 不過 他總之跟我一起 還要在他們面前 親力 原本的女朋友面前 快 但女主角就決定 我要大方 甚至你們結婚的話 大家一起住的話 我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要我的大方 令你們自己 其實他不是大方 這是他的報復心理 是嗎 看你們怎樣死 我就是一直在這裡 阻礙你們 永遠都要你鼓鼓鼓 你等你們吵架 好邪 我心裡 等到 我的朋友總會有一天睡覺吧 總會有一天 睡覺 總會有一天 朋友睡了 男朋友還沒睡 你幹嘛 什麼朋友睡了 男朋友還沒睡 我意思是說 出賣那首歌 要一起住 那想做什麼 我想問 他就可以勾引他 我突然間有前度 那部電影 有 前度 你有沒有看過 不要說到這麼複雜 遲一點再說 但就是 譬如會不會大方到 我祝福你們 當然不可能 很大反應 很大反應 然後 剛才所說 我會選朋友 我也會選朋友 對 我想如果 有誰不是選朋友 自己心裡 自己想 不要刺爆別人 算了 對 所以 當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 我們先說星座 還是先說下一個 subject 我們先說星座 因為其實我們找了一些 相關題目的東西 今集我明顯覺得 也是說不完 很明顯一集是說不完 你想說誰先 沒有所謂 這個吧 好嗎 現在我們想分享一下 究竟哪個星座 最會搶別人的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首先 先說白羊座 白羊座 會不會搶別人的男女朋友 我們以幾顆星座為最高的標準 五顆左右 五顆左右 可能六顆 可能十顆 五顆 五顆而已 五顆而已 好了 我們現在有足以下的分析 首先 白羊座方面你說 白羊座會搶別人男女朋友 的指數 四顆星這麼多 怎麼會出手 對不起 四顆星這麼多 白羊座 因為他們感覺比較感慨 很率直 如果對方不給他機會 他不會死心 所以自己朋友也覺得 男未婚 雷明家 為什麼我會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很有趣 有人曾經說我 男未婚雷明家可以選擇 但當他罵別人朋友 他說 他是什麼 搶別人的東西 為什麼你雙重標準 我可以當我是好朋友 我做就行 別人做就行 所以這個標準就是 謝謝你 幸好你沒有聽他說 對 接著到金牛座方面 會搶別人的指數 就是兩顆星 因為金牛座多數 都沒有膽量做第三者 就算當他 怎麼說 會很哀怨地做 但他做得來 都是不太高手 而且其實他也不太知道 所以我們要注意 金牛座有時候 就算做得來 都是陰陰濕濕濕 不覺意 對 對 不覺意 就會引到人家可能要去到分手的對半 但這個責任他們又是否負得起呢 即是搶了才算 對 因為他們實在太脆特了 他們很喜歡聊天 不斷聊什麼都聊 他們好像什麼都懂 什麼都懂一點 什麼都跟你聊得來 聊一聊 不知道為什麼聊一聊 越來越親密 總之可以哄你了 對 哄了別人的心 別人散了就算了 好 接著到巨蟹座 原來會搶人家的指數是一的 因為巨蟹座就算愛上了二男女朋友對象的人 也是不敢出聲的 他只會很痛苦掙扎 等下一個出現 沒錯 你回覆 對 因為巨蟹座比較有道德 真的嗎 對 接著到獅子座 獅子座會搶人男女朋友的指數就是兩顆星 對於獅子座來說 這些不光明正大的事他們是不會做的 他們擺明的 對 因為他們是王者 王者怎麼會做 怎麼會穿別人的 怎麼會鑽在鬼鼠山洞 所以他們要走一條光明正大的路 所以要對方去決擇 究竟要你 要他還是要我 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也不會搶的 好 至於處女座方面 處女座方面 一顆星星 因為其實這個沒有膽的星座 他想追人都不敢怎樣追 更何況是搶的 所以恐怕自己 就算有人送上門 他也會推散推死 更何況是搶的 嗯 接著到天秤座 天秤座這個好像是有些高銀的星座 他們就有 叮叮叮叮 四顆星 他們可能不會搶 但他們會喜歡玩曖昧的 但是曖昧是最壞的東西 會令到別人很容易分手 自己也會分手 對 曖昧完 因為他們很喜歡跟很多人搞曖昧的 曖昧完 搞到頭暈眼花 最後 眼頭那麼冷 對 究竟是要還是不要 可能最後就無際而終了 可能剛才你那個問題 就是選哪一個好 可能最後就是全部都沒有了 好 接著到天秤座方面 原來搶別人的指數是五顆星座 又爆燈了 很宿命論地說 但認為你們應該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小心地採取行動 都是 至於那個沒有男女朋友 你有沒有男女朋友對她來說 I don't care 反正是別人 其實我覺得她 care 但她不會放在外面 其實她自己得不到的東西 你也不用自己得到 她是會默默做很多東西 可能說很多東西潛移默化了你 令到你會最後分手 就是搞破了 沒錯 但我想說很高招的 我想說她們會做的 接著到人馬座 人馬座會搶別人男女朋友的指數 就是三顆星 人馬座其實也很衝動 如果氣氛 但她小心 對 小心 如果氣氛 洗色不對 洗色不對 可能會聞到一點點味 然後她說很像不太行 很像 她們就會打退堂鼓 如果對方不斷提起她們的男女朋友 她們就更加會 No no 你不斷提起她們 我玩你做什麼 即是你沒有機會 算了 至於我 生養座方面有兩顆星 對於別人的男女 我不會太過真名奪利 只會黏黏地等待 就算自己也有贏面 我想問你是一個歌 我路作而已 就算自己也有把握會贏 但也會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她們不會打輸的仗 對 才會動手 然後到水瓶座 水瓶座 嘩 比我想像中高 水瓶座竟然有四顆星 對於水瓶座來說 除非對方是她們的好朋友 朋友妻不可規 否則 除了真的好好的朋友 其他的就不理 但好朋友多不多 好像是否比較少 不是她也有 她重視朋友 是 但可能她們的思想溝通方面 可能比較難去問一些 好的 至於最後在雙元座方面 搶人家的指數有五顆星 哇 有爆燈了 通常雙元座的愛上一個人 就會無法接 因為她們很相信緣分 一旦恨日座 在愛戀的火坑裡 她說 管得你有沒有男女朋友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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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謹記哪幾個星座比較容易唱 看看 看看 剛才有幾個爆燈 有槍子座 然後有天蠍座和雙魚座 水瓶和天蠍座 我覺得好笑的地方 天蠍和雙魚都是水象的星座 巨蟹座都是水象的星座 巨蟹座都是水象的星座 很厲害 表面的東西 什麼呢 然後 搶人家的東西 我們要擋的機會 如何擋 預防還是擋 先擋 擋了先 擋是怎樣擋 擋嗎 擋啊 擋 擋如何擋 首先 說回 如何搶回 這是女生作標準 如何搶回白羊座的男人 自己身邊 首先 要令白羊座的男人不忍心 千萬不要逼他 千萬不要逼他 這樣算不算逼他 一點可以 不忍心 因為白雲座的男人對女人錯了可憐是無法抗拒的 但他們又不喜歡婆婆媽媽 八婆的女人 所以保持一個溫怨是一個未得 絕對不能死追媽媽 否則她會說 抱歉 我還是先走了 沒錯 要強調令她知道 其實你越想好像在一起 她就越反感 因為她怎樣令她有一個大男人的主意作罪 才會是一個最切中的方法 因為當她會想回自己好 會覺得自己這樣做很壞 可能就會回來了 而且她有些英雄主義 錯錯可憐 所以當她想回 其實我們也有好好的甜蜜過去 我也有少少後悔 我這樣離開你的感覺 沒錯 令她要有差人之心 然後到金牛座 如何搶回金牛座的男人 基本上金牛座的男人是非常有責任感的 而且他們是很固執的 所以當他們如果真的去到一個 已經接受自己可以做到壞人的地步 基本上他們就回不了頭了 總括來說 金牛座其實也是一個很深思熟慮的星座 所以當他們做了一些決定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怎樣搶都搶不回 即是固執不成績 唯一能夠抵抗的時候 就是增加你們自己的魅力 即是女生 即是可能 不行啊 救命啊 即是增加一下魅力 因為基本上金牛座都比較追求一些感官的刺激 即是外貌就比較… 所以就… 但又要務實 即是外女開啟 女女就怎樣 開啟? 不是 外要開啟,內要開啟的嗎? 內是… 務實 務實是什麼? 即是個性上要比較修煉一點 很難啊 為什麼? 我外表好像很… 哇… 女女… 然後… 女女就很… 然後一走到你就… 救命 好了,怎樣去搶回這個雙子座男人 記住了 雙子座男人其實很喜歡一些新鮮刺激好玩的感覺 所以其實尤其是她是一個風的星座 所以她的思考轉轉轉就是她的通病 有些問題基本上是 什麼都先找我 這個就是會令到這個男生 經常開機或者站在局限了 那個範圍令到你找不到她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自己要警惕 因為她藏了自己 即是她平時會很讓你找到的 突然間你再找不到的時候 哈哈哈哈 即是已經不再重視了 對呀,我見過一個雙子座的男人 是不流行女朋友的電話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你也知道了 雙子座的男生 其實她的嘴巴很狼狼 你可以盡情享受她的甜言蜜語 但這問題是她事實上 在暗暗地觀察形勢 所以你盡量沒有必要的話 都不要去揭穿她的真面目 因為其實這樣是給不到藉口她走的 即是大家要裝傻 否則只要她有位置放的時候 她就會用盡方法令到大家 發大那件事 對,同時注意一下 她也有心願位 而且你戀她 即是那些友情的戀她 她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要軟 但你不要拆穿她的假面具 即是不可以 即是不可以 如果你想搶她回來 就不可以發爛 對,不可以發爛 即是不可以發爛 即是有意無意地 你可以讓她知道 即是讓她想起以前的甜蜜 即是有心願和幸福的時光 她就會不停回味你的好 如果她覺得 其實她也好像欠了你 即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好 哪怕你們的關係 已經去到很壞很壞的地步 即使你們已經分手 她也盡可能會回來照顧你 巨蟹座 其實不是很喜歡很刺激 即是太過刺激 是一個激的星座 所以絕對不可以硬碰硬地 所以另外 其實巨蟹座的男人 她比較喜歡家庭 如果她媽媽或家人都喜歡你 基本上你都已經贏了一半 好,首先又說 怎樣去爭取獅子座的男人 因為她是King 所以你要保持自己的位置 就要讓自己 如何當之無愧 做皇后的角色 首先,無力死射 這個小不得 要令她有得舒服 帶出來 你女人好漂亮 她就很捨不得你 聽起來 是否很膚淺 但沒辦法 她的嘴唇 或者她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不要把她的承諾 當作太認真的一件事 尤其是年輕的獅子男 她們不是不想負責 只是有時候 她給承諾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一來 她自己未夠能力地做 她也不想亂答應你 因為她需要 真的做得到 她才會答應 有好有不好 以我的經驗 我身邊的是獅子男 她經常都答應她做不到的事 不是她不想做 而是她真的想做 她真的想答應我 但她做不到 暫時未夠了 對 因為未到達那個層次 對 但明明我沒有叫她答應我 所以我們今天 由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說到這裏 但我們最後要補充一句 其實女人的事是很簡單 或者人的事是很簡單 你答應了的事 做不到的話 真的會給你真正 所以不要順口黏 不要隨便答應 或者說了是 有時候反而你真的認真 去告訴別人 就說 我自己都未確認 所以 不要緊 但我答應你有一天 有一天我可以 我真的會告訴你 不過這個人你答應了 是 基本上 其實我跟我身邊那個人說過 如果你答應了我的事 你做不到 不如你不要答應 因為如果你答應了我 就會對你有期望 女人很流行說這個 我說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那我寧願你跟我說清楚 就像你剛才所說 那你不是說 你做到甚麼 你做不到甚麼 那大家有商有商 那你不要哄著我 就是想這件事快點過去 就哄著我就算了 所以記住 男人千萬不要亂答應女朋友 否則女朋友很煩的 經常都煩著你 你答應我甚麼 你又做不到 那些男人就會發脾氣 就會很煩的 女人發脾氣 還是男人發脾氣 女人會餓 男人就會發脾氣 今天大家看到沙莉 他會被演藝角色的八婆在一面 沒錯 但這不是真意你 當然不是 好 我們用一點時間 一個星期 使大家洗澡沙莉的形象 下星期她不是這樣 所以下星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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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